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 继续有我温水在这里 在我身边有90后投资经理阿言 Hello, 大家好 首先亦都希望大家多一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是要按一按Youtube旁边的那个钟仔 当你按这个钟仔,每一次我有新的影片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率先看得到 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这个 Youtube 80元的每月每月计划 因为我们这个台都是入味而行 亦都非常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 而这个会员计划很简单 只要你安装了会员 你在我们最近的短片下留意问问题 我们亦都会开一个专有的会员session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一条问题,我就答你一条问题 你问我一百条问题,我就答你一百条问题 所以就千万不要涉及我 还有最近我们的短片的反应都比较好一些 因为可能触及到加力按 所以反应都不错 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留有权力 亦都觉得我们说得不错的话 亦都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在我们短片上面的左上角 就会有一个QR Code 就可以刷刷到我的PayMe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而我自己也有一个PATREON的会员计划 非常之智悦丰富 有接近70个PATREON YouTube 独家爆黑幕爆内幕 爆政治商界所有东西的一个YouTube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专业分析性的文章 很技术性的 你只要订阅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了 没那么久写了差不多近万篇的文章 还有也有无限的电子书 还有一些电子的雜誌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非常之划算 影片的内容是看到你目不下级的 除了一些财经内容之外 我也都找了一个专家 去帮我分析一些国际关系上面的东西 写得非常之好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都是同一个价钱 就可以解决了这么多的服务 除此之外 亚然也有一个投资方法 现在股票市场非常之差 我想大家都没什么方向 也都未必知道 怎样可以帮自己的资产保本保命 如果大家对于投资方面有一个需求 也都希望可以持保态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的Caption Google Link 找回一个方法去联络ID 只要你留下你的联络方法 亚然就会跟你做一个联络 这个部分亚然跟你略略 就自己搞定了 就不关我的事 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合作的空间 没有都没所谓的 那我们今天就有很多题目可以讲一讲 你觉得我们应该由哪个题目开始讲起来 可以讲这个道士股顶激风 因为我们之前youtube也有提过这个公司的经营模特 里面的编号就是612 这次也有讨论新的新的新品 就是会上用这个2,100亿的顶元币 但是他附带条件禁止投资者对付8个月 换言之如果你当初是认购了基金的话 你在这8个月之内你是不能够赎回基金 你一定要hold 8个月或者以上 这一单的新闻就引致了一些内地民间的反向 因为其实他的集资的对象 多数都是一些市民 就是普通大众市民散户 不让8个月就令到很多市民恐慌 就变成了一个民生问题 就是那些人跪在公司的门口遥让 就变成了一个资本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民生的问题 所以都挺大祸 是 还有我记得你打回鼎益峰这个字 你会发现深圳是有一些监管部分 将他放在一些观察名单 又或者是已经出了一些警告 所以鼎益峰这个派系和集团 似乎在内地上面都已经是被上注目了 而今次他们有一个新的集资育资计划 我相信亦都会令到内地的监管当局 是再更加去注目这一件事 至于关于鼎益峰的设制更新 我们曾经在youtube那里 都已经清楚和大家交道了一次 只要你搜索运水盗市股 再找回相关的片段 我们至少有三四条片都说过这个集团是怎样去还作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略知一意 如果你想再知道多些的话 就可能订阅到patreon 我就已经再说了更加多的东西了 至于鼎益峰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集团 我才能够这样去说 因为它是持独地有很多不同的名目去集资吸金的 然后就算是面对着政府的打压 它继续都是很公开地去集资吸金的 甚至乎在香港 我看到有些文化活动是会看到有除非网易的赞助的 所以你会见到它是很懂得利用文化、如蜜道法那些东西 例如蜜,就是如蜜道 主要都是用这些 因为它有一个禅逆团之法 那这个禅逆团之法 我相信里面的内容当然是谣言 但是它也可能在洞瓶西藏会找到不同的 以前华夏文明的一些内容 就变成了一套浪说出来 而它因为是用这些东西做包装 所以它也有赚了一些文化活动 所以在香港那里也会见到有除广义的手影 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上次会说到导使固呢? 是因为导使固下面有一个核心人员 或者叫做管理沉,叫做子神 他亦都是给新闻报道 原来他和一些大台的姐姐去到一些高级场所吃饭 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讨论 所以我们就借来发挥 就将整个集团起了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回这一件事 我觉得现在去到这个状态 顶益峰有一些人落西山的感觉 因为在顶益峰爆爆之前 我相信艾迪也有日上一阵 终极集团都已经爆了 所以当时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终终极集团 终吹黑城 我就终极出来取消它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大圆形去看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 集资公司 或者资产管理公司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原因就是在于其实这些集资方式 都勉强可以算是 shadow banking 减制银行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内地的银行的体系 是相对地很封闭的 你要做银行 或者你要在内地开一间银行 基本上是mission impossible 很难可以做得到 但是民间不同层次 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 都是由他们的借贷需求 由他们的资产管理需求 但是银行就只有那几间 然后有银行也有它的regulation 很多东西都做不到 比如很多什么楼村信用者 或者借贷机构 甚至乎抓换店 都有时候会做一些 短期借贷的角色 这些是一些相对地 合法一点的model 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一点的model 再做得大一点的 就可能是中值 又或者可能是顶翼方 这些model 就是他集了这笔钱 之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 金融产品去包装 就像顶翼方 他就喜欢用此股去做一个包装 中值集团就会变成一些 可能是散盈基金的产品去做一个包装 其实他们都是接近一些 银行没办法处理到的 金融贷款、财务管理的需求 只不过这些shadowbanking的部分 就越做越大 然后去到某一个位置 就是当内地的打压越来越紧 加息也都越来越强 但内地的加息也不是太大关系 因为加息只不过是影响到香港 我们是会到国家 但是内地是持续引人 所以内地是拿不太大加息的影响 但内地的金融的根本 都是越来越紧的 那就变相 好像顶翼峰或者庄值 就真的面对资金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顶翼峰导师股 他就开了一些这样的盘楼 开了一些要更长的 即是更受期的一些条件 那就引起了一个这样的关注 那这个就是由big picture 大格局看到小格局 可以给大家一个concept的呈现 那阿妍有什么补充 他除了不给基金单位兑换之外 他还会发行一个新的 叫顶元币 他就说这个顶元币 就是跟一些真实的资产管 例如货币 他发展到后期的话 他就声称可以跟人民币一比一兑换 其实你变相 看回整个发行顶元币的操作 其实就等于再集资 当然他不是一宗炮了的骗局 或者去到现时来说 你都不可以叫他为骗局 因为他根本上 在他发这个通告之前 还有日子可以继续去买他的基金 和有人兑到钱 但是现在看到他 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资金压力 从他不能够兑换可以看到 第二就是他发行新的产品去集资 你一个基金 一个营运单位 你去发行新的产品去集资 所以那时候 某程度上就反映着你 可能是面对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是的 好像这种问题的集团 在香港也有很多资本市业来参与 也会买项 也会炒股票 可能也会做一些证券行等等 是一条龙式的方法 就是变相 我们有时候看回这些内地的金融机构的时候 都可能要看下我们自己的本土 就是我们有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 原来是有的 就是譬如 可能这些很大型的金融公司 是早几年 是会封门来香港买盒 炒股票的 但是只不过 香港你买了一只银回来 就真的只有买字 我相信定义坊 他自从炒了一两转股票之后 近这两三年都没什么大的动作可以做 因为香港都有很严谨的监管 还有香港的炒股票市场也都江河日下 所以很多你会见到就是 买了一只银回来都没什么很重 有些可能聪明一点就会去做尾股 定习峰都有做尾股的 做一只 即是公开数字路 或者找得到的就是一只 可能他在背后又做了几只这些字路 因为大有大到小有小做的 可能他拿了几个盘去炒 那些你没办法 画得到是做哪一只 有一些很细矮的尺寸的项目 未必个人都会知道 所以他们都是不停地去找一个资金的伸出口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经济比较好 有这么大监管 又或者那个环境是持续低息的话 我相信他们这一个模式 都还可以转多四五年 但是只不过现在真的太山压顶了 那就开始你会见到有些转世的迹象 或者光河日下的迹象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于 道市股里面 还可以做到的一些补充的部分 而且你见到其实你的新闻都显示 都不少股东是跳了船 就是你拿着 之前就镇监在当年就点名过这个顶级峰 即612是股权高度集中 就是换言之他某一些股权 其实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 但是你见到新闻显示就是 自去年9月20日开始 几个这些部分投资者 好像梁家辉 即不是做的那一个 梁家辉 京思月和王梦涛 都陆续出售持股 即可能变成他内部 都有些跳船的情况出现 即发觉原来公司的资金 或者现金是不能够承受到 一个分学的支出 这个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就是 你也说实际上 市况逆转的时候 你过往可能靠一些 真是普通做投资 可能你买楼炒股票 在市况好的时候 真的习飞标都赢得到钱 但当市况逆转的时候 你这一套方法就不效 就会变相了 产生了很多爆裂的情况出现 之前终极也是这样 还有现在罗恩怡都有这个危机 虽然是未爆破 还有另一个话题 我想我们都可以抽点时间去讲一讲 就是关于这个资本增值税 自从陈茂波是暗示 都不是暗示了 明示 他是想收这个资本增值税之后 事有臭考地 我们的港股是特急落的 即这个这样的港股合子的跌势 我觉得不关外围的事 因为外围都没有跌到够不够 甚至乎A股都没有跌到够不够 是你港股跌得特急的话 那就一定是你本身香港的市场 是有一些影响在 而你看回这么久了 真是由一月头到现在 基本上每天都是跌的 可能只有两天 只要他做新国下 每天都跌 我想追索本年 其中一个都占得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政府出了声 出了口述 就是会收这个资本增值税 这一个预期撤破了整个市场 那么变相很多股物 拿了货的 可能20多三年前 不知买不买投资 或者买什么都好 就是你20多三年前买什么都升了 然后可能他都不知道 你最后的资本增值税 那个方案是怎么 有没有什么日落团款 有没有什么时期追索期 他不知道 有你没你都先订了 结果就可能出现了一个这样的 比较麻烦的原因 突然之间超级多的估压 估压在这几个星期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释得到的 就是资本增值税 他从来对于自由市场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无论是股票也好 我们这些经济游戏 当然是反对这些的措施 还有我觉得 有一个概念要说清楚 就是你未必真的要实际的措施 出到来才影响市场 预期 预期这一样东西 已经是可以令到市场 pricing了件事会发生结果的影响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地方 就是以前的经济学家 都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分声 预期是会令到市场 是加速发展的 还有会加速pricing 这地方 好了资本增值税 在香港实际是一个叫做禁忌的东西 因为对于香港自由港来说 就是从来都是想减税 或者将某些税去消除 就是你看到一些红酒税去归宁 就是之前那些遗产税 或者80年代电影很蓬勃那些叫做娱乐税 其实都是这几十年来 一一取少了 那你变上是 就是你将那个税压到最低 才能够最能够彰显到自由港的威力 和带动到最多生意 那你不同一些外国一些 资本一滴税的国家 譬如来加拿大英国 都是有资本一滴税的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 那些地方其实本身有自己的产业 就是譬如加拿大 就是做这个的农牧业 和这个的石油业 就是它是石油的出口国 但香港就偏偏是做这个金融 就是炒楼炒股票的 那你如果这些地方是加个资本增值税的话 对个伤害是比其他国家会大很多 对,还有别人的社会结构和他们都不同 因为别人是走比较重的风利主义 或者近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 就是在基本上面 就是一些物贞的 无论是教育、医疗 别人都做得比较好一些 比较多的政府budget 都花了在这些部分 但我们香港就不在行这一套 所以你收那么重的税 或者你收这些的税 是不是真的可以支持整个社会 在走一个你想走的那个方向呢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说回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 以前有些人都有个说法 就是我们高地价政策 就是交易一个地价的税 因为高地价最主要是买楼的人 那你买楼贵了那层楼 然后那些钱就成为了库房的收益 其实都是变相透过地价去收了税 那这个我就觉得一半一半 因为这一种这样的财富主义 我当然明白那些左翼的想法 第一点 但是第二点就是在于 楼你不一定要买的 那始终它不是逼迫你 就是你一定要买 没有强奸没有确度的 但是税这件事是和死亡一样 就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避开 它说了要收就一定要收 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 就觉得支撑增值税 都真的是一个比较brutal的措施 第二点就是你如何收 因为现在在一个 所有资产都流价的情况之下 你的所有资产增值税 是有少少搞笑的 资产增值税 你要收得到的前排 是叫资产增值的 现在股票又跌着 楼又跌着 除非你资产增值税 是低了一个追数期 是追回40年前的所有记录 或者开放以来所有记录 就是可能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他拿了不知几十年区分 很便宜拿起的 现在他沽货了 那可能你是不是真的 价格先回资产的资产 然后收他税 所以到底那个追数期有没有呢 这些人是可以谈论的 如果你的追数价格很长的话 那任何人沽货 都可能就立即要价格先回 他买入价 当初之间你赢的那个 增值的资产 再给你一个百分比的话 都买资产少的 都是金的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玩得这么做 不知道 那这个可以crash out的地方 然后去到第三 就真的比较复杂的 就是真的去到某个位置 资产增值税 你是令到很多的中产 或者初初有钱去资产 买股票 买艺术品 买楼那些人 如果去到一些很大型的机构 你找了一个回资的团队 找了一个tax advisor的团队 懂得计好那些税收的比例 做税盾的话 你是没办法在财团身上 拿到太多的钱 这个可能我之后 有机会再重复多些 因为在美国 比如都有一些资产增值税 例如做asset management 以前就会叫做carried interest 通常我们 譬如做fund manager 有时候你赚的那笔钱 可能叫做performance fee 因为你帮个客人赚到钱的时候 你会有分成的 有时候就会叫做carried carried 或performance fee 在我们香港这个context里面 基本上是同一样 但在美国是不同的 因为你赚performance fee 是可能tax你income tax 但你赚carried interest 可能是tax你capital gain tax 那你income tax 和capital gain tax 是有不同的税务比例 有不同的税家 如果你懂得操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是可以帮自己争取到一个最大的tax shield 就是做好最好的tax plan 可以避到税 这一样东西就变上 是你懂得玩税务财务那些人 就会懂得避税 而你不懂得玩东西 你就白白帮政府交税 结果最遇上 政府最想在他们身上 拿到税的那一帮群体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避税能力 所以他们就明明可以真的 如政府所愿 拿到最大的利益 但是反过来 就剝税了一些中产以下 或者或以下的群组 这个就是我想强调到的地方 还有整个感觉 这个税行的真似 就是如果 有些急病乱投医的感觉 就是你刚刚的说明明 在市况是大好 行资升到四万 怎么知道 房子炒得很高的时候 你再去收 你那时候再去收 那时候会合理一些 因为对于市民来说 是某些资本上 炒作市场上 赢到钱的时候 收回他们的税 再回馈社会 这是一个合理的操作 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 你的政府是因为有财赤 面对着一千亿的财赤 而财赤还是可能 几年的 可能连续四五年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才会收税去到 解决财赤的问题 但其实你另一边商 在民间一些商人 其实不会一个人都在亏 虧钱 做生意又虧钱 炒股票又虧钱 炒链又虧钱 那你变成好像 有一些语文真理的感觉 就是你的银是做小了 但是你政府可能收多钱 但尝尝是整个社会 整个经济体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措施 都希望政府慎重考虑 甚至乎 亦都希望政府考虑完之后 不做的话 都会有一个说法 去刺激回市 因为现在市场是price in 就是未来会有资产增值税的可能性 所以才会跌得这么急 这是爆发的原因 我觉得如果你澄清回的话 可能会对回市好一点 好过现在就大家盲估 因为你一收的话 香港年最后的那个宝女都没卖 就是自由港这一样东西都没卖 所以都挺大事的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之后再跟大家探讨 更多有趣的经济话题